我們從兩年前的12629 漲到7月份剛好21個月 而且真的回檔 現在是說你這個幅度會不會33% 假設說ABC跌晚以後 不管說你跌到186194跟19291 會跌到那麼多喔 那個是技術分析回0.382的位置 最壞狀況 最壞 大家好歡迎收看富足今週期 我是主持人王志玉 川普啊那一顆子彈 哎呀不得了 有人形容說 是不是美國的總統大選提前結束 於是乎現在呢 川普交易非常流行這個名詞啊 那到底呢 川普如果真的當選 對於台股乃至於全世界 會有什麼樣的衝擊跟影響呢 我們要怎麼樣因應 哎呀今天趕快請到了 我們資深分析師杜金龍 來跟大家分享 周老師你好 志玉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來我們看到在這網路上 我們做了一個調查啊 如果川普當選 對台股是利多還是利空呢 覺得是利多 台股會繼續漲的有28% 覺得是利空 會慘跌的有72% 好那我就要問問老師了 你覺得川普當選 對台股到底是好還不好啊 那個子彈過完以後 我們台股的高點是7月11號嘛 所以股票市場就從那邊形成頭部嘛 所以這個也是反映大家說 因為你有這個事件嘛 所以大家就會暫時說 因為股市漲多 所以都把它短期看利空嘛 尤其他特別針對經驗代工 對 而要科保護稅啦 好所以 這樣對於我們的整個 美國的科技股 還有台灣的台積電 因為這樣大 在台灣股票市場是反映 這個利空 可是那個子彈才插過去 他人整張好好啊 對不對 那他這樣子根本他也還沒有當選 我們就已經跌成這樣 他如果真的當選呢 因為他曾經當過總統嘛 7年前的話 他那時候還沒有顯上 跟其他人還沒有顯上說 那時候股市也不是先跌嘛 後來他真的當選完以後 股票市場稍微上來 而且他任念四人啦 有人去跟他算過 台積電是漲258% 所以如果說以前啦 他曾經當選過的話 先短線利空 選完以後 11月16號看有沒有顯上 1月20幾就職嘛 搞不好股市得一大段完以後 剛好他就職之後 剛好就有機會 對對對 所以我們認為先跌 本來你就股票市場是 大家已經高高在上了 對 所以先跌 那如果他真的當選之後 可能跌完了 剛好就又上去了 而且他以後選當總統 他講話就不會這樣啦 我那個經驗他一定還要嘛 所以他說保護會 你有開價更好啊 我錢給你玩用 你真的要保護我啊 哈哈 所以可能他現在是選舉語言 對對對 所以可能真的當選之後 他真的是總統的時候 可能會講話又不太一樣 對對沒有錯 沒有錯 那如果川普當選的話 受惠股跟受害股 然後請杜老師跟大家提醒一下 受惠會是誰受惠啊 我們來看現在流行說 川普概念股 川普交易嘛 因為川普他在選舉 尤其他那時候提名完以後 他共和黨的那個大綱有沒有 提了幾個 那一般來講 川普概念股他就說 我不在乎這個空氣污染啦 所以十一五他一定要重來嘛 所以實話這一部分 那他醫療的這一部分也會有 對 那他應該不care同業風戰 所以大家認為 這個利利要做的 金融股 再來基礎建設嘛 所以銀建這一部分基礎建設 還有同性這一部分 所以大家川普交易的話 大概這幾類股 大家把它當作是說 比較有利的啦 以前我們叫做川普概念股 現在叫做川普交易 川普交易 那老師你幫我們挑的後面這些 是你覺得可以參考的標的 我是找幾支代表作 那像說金融股現在就是 富邦金跟國泰嘛 就是金融獲利也不錯嘛 尤其像富邦金 那我們那個國防工業裡面 他們經常在喊這個地言政治的東西嘛 其實在我們的國防工業裡面 我一直推薦漢翔是因為他有關股 是比較有抗底的 而且最主要他也比較有EPS 其實有很多國防工業 大概也都沒有 那生技業保累是獲利最好嘛 他也就跟人家講的說 生技股的台積電嘛 他到了投資 阿藥阿藥 他是有那個癌症的藥 他獲利有稍微會上來 那華顧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股市漲多完以後 大家有錢就會去買房子 所以現在南部的房地產很夯啦 資訊通信的話 就是鄭文他也要頒私募嘛 所以這些都是川普的 他如果真的選上之後 他會獲利的一些概念股 大概短期間人家講的川普交易 大概都以這些 以這些為主嘛對不對 誰會那個倒霉鬼受害的 有人講啦 說川普為什麼要跟我們說保護會 是說上次他輸拜登的話 是搖擺桌裡面 有一桌 那一桌有一個人答應說 要去那邊設場 而且他也招待 招待完以後 那個人後來沒有 讓那一桌的桌長沒有險勝 而且那一桌的得票率比較低 所以川普 抓戰犯 抓戰犯 所以有人是說 他這一次為什麼 那時候講台灣這麼遙遠的地方 我為什麼要保護 那其實他限制是這個啦 那台灣開刀最主要是要跟 這個歐洲的人講 你們也是要出錢啦 烏克蘭如果不用 所以我現在是打小孩給你們看 打鴻海 沒有啦 現在換董事長了啦 當初答應你的那個姓郭 現在董事長姓劉嗎 對對對 他是不是不知道啦 假裝不知道 假裝不知道 那鴻海還好嗎 鴻海還好 因為鴻海我上次有講 是說這兩次總統選舉 他都要選啦 所以都在80塊到100塊推翻 那還好這一次 鷹眼機會沒有再參了 所以脫離這個陰霾完以後 他就回歸基北面 所以就是政治那個 迷途知返的郭董 所以現在就鴻海就 欸對 所以從那個選後完以後 因為GV200有關係嘛 所以那個 完人先不是其他 沒說我六月份要來嘛 所以欸 所以他就好像吃著大波碗 對啊 碗又就噴出去 碗又過了134.5 碗又一下就到234.5 EPS晚上調高 那另外一講的話 大謀最近昨天才 我說他的目標價275 那有一個最樂觀的那個外資 他直接給他估375塊 我說你那個基北面不是 EPS乘以北益比多少倍嗎 他既然用技術分析 因為他375怎麼算你知道 因為以前他最低37.5 漲10倍就375 他有看你的技術分析的書 對對對 有可能 他用這樣子算375 對375 這個紅藍有一個好處 你看他這邊大量換手 就是說以前啦 這80塊到100塊110的人 大家都換手重新來 對 所以他現在是 GV200受惠最好的兩支股票 管達跟他嘛 管達以前有漲過他沒漲過 所以他現在 嚇到大波碗 明年川普如果選上完以後 他可能人家就會找他 算上一下 所以他其實基本面很好對不對 但是就唯一的風險就是川普突然有一天想起來 哎呀對對 借人 借人這個沒義氣 沒有來趕快設廠 對對對 那可能就那個時候就 地緣政治風險就出來了 對對對 但是基本面是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就共軍共一支要 共一支就好 對對對 這個我們看到了 這個川普如果當選之後的 這個受惠跟受害啦 當然不是說這個彭海一定會受害 只是呢 他當初有一段那樣子的歷史 所以呢難保川普在當選之後 有沒有可能拿他一個殺雞儆猴開刀 是有可能 我們就放心上 但基本面上是沒有問題 但我要繼續請教杜老師的事 但是你看到這個台股 從那顆子彈咻飛過去了之後 好像已經開始 就像剛剛老師講的 有一點開始往下走了 你要說他坐頭聽起來很害怕 但是他已經開始有一點在開始整理了 那其實呢 這個杜老師常常跟大家分享你的 這個對於台股整個的一個規劃跟看法 而本來就說七月份會有一個轉折對不對 那現在你看到那個轉折 這就是轉折嗎 對因為我們錄影的時間 七月結束了 真的結900多點吧 因為我有整理台灣證件室 揮波燃溪 大家記得我們揮波燃溪 有兩個系列一定要記得 21個月 那再來34 再來55 那我們台灣證件室裡面 21個月你要尊重他 過完這一村 下一個34個月還好 明年8月34個月 再來55個月一定會重挫 所以我們這邊裡面有講 裡面有兩次21個月跌 像7年最明顯嘛 因為這個8523漲到18619 21個月漲118% 跌了30幾% 所以我們在21個月轉折點台灣 大概都會漲一倍左右 而且終極回檔大概30幾% 那現在7月份是21個月 21個月 我們從兩年前的12629 對 漲到7月份剛好21個月 而且真的回檔 現在是說你這個幅度 會不會33% 對啊 像我們上一次不是跌12900嗎 對 那就很跨 如果說慢慢的跌 就大家說快出來快死 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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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一盤代跌 就會拖到8月9月到中秋 所以我們認為 你跌破搞不好就是 副破ABC ABC的下跌 那我們現在跌破季線 那晚以後 雖然有在撐 可是你在談的時候有量縮 因為我們本來6000多億 現在變成5000多億 最近你看至於是4000多億 就代表說 有的人 認為這個好像沒得到 所以錢已經退出來 所以這個21個月是怎麼回檔 可是21個月回檔 我以後大家不要急 因為你看到我們這個投影片 裡面有打圓輕人是55個 所以我們以後 過完這個出生段的 第二波回檔 假設說ABC跌晚以後 不管說你跌到 186194跟19291 會跌到那麼多喔 那個是技術分析回0.382的位置 就預測他萬一跌到那 最壞狀況是到那 19291是怎樣 因為4月19號 我們那時候台幣不是貶值到32.8左右 只要台幣 紙貶回升這一波就真的V波 啊完以後看台幣 台幣那天就是最低的話 大盤就是19291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兩年前搞點18619 所以突破拉回18619 是真正 所以我們我現在都是說 A波在這附近 西波可能到18619到19291 或是說2萬點 就是我們ABC波 啊完又修正完又 開始要走主身段 才主身段好開心喔 沒有主身段要很久 31、32、33、35 到55個月 可是主身段不會像初身段 這樣一口氣就漲了一萬點 初身段會 慢慢吐慢慢吐 對對對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給大家的觀念是說 21個月回答沒有問題 那你也尊重他 他還真的回答 過完這個 初身段結束 完以後第二波 完以後你還有55個 至於你看到這個圖 這邊不是4月19號 我們這一波起漲點嘛 1月191嘛 有沒有 所以我們認為 你這一次如果回到這邊 很漂亮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今年 有三次得破季線 在基礎運氣的話 季線有兩次支撐 我們年初一萬期有 4月有 這一次 應該看起來是確定會破 再來就半年線跟年線 所以我們剛才用的是說 最悲觀的年線 搞不好我們政府 在半年線那邊 就開始撐 兩萬點就會撐住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認為 我們這一波 就是叫做 21個月會波燃溪的回答 那真的回答 做ABC的一個修正 好 那所以呢 這個修正完了之後 接下來會走一個 大的主身段 一直走去55個月 對對對 所以那個時間點 可以拉得很長 應該還有到 2027年去了 對不對 就那個 那個賴總統的那4年嘛 所以就是會走一個 這個大的主身段 但不會像是斜度這麼陡的 一路往上升 不會了 慢慢慢慢慢慢的往上 那有沒有一個目標 最終到55個月 可能那個時候幾點 欸 我最近已經在做 2025年的法縮位 我已經做完了 齁 明年的高點齁 我目前規劃的 齁 就說你現在走ABC坡嘛 那明年走31、32 齁 3萬到3萬3 那為什麼會3萬3 我們交易所有一個KPI 就是說我們今年大盤 總市值要到100兆 那我們在2萬4的話 我們總市值是77兆 你100兆除以77兆 乘以2萬4 3萬1300多點 齁 交易所會有一個目標 目標他要台灣總市值到100兆 賴總統在舊責的時候說 我們今年台灣總市值77兆 打敗德國很高興 對 如果說100兆 我們更會前面 所以我們台積電不是那時候 總市值1兆美元嗎 比波克下來的高嘛 那如果說我們台灣 台灣股票市場到3萬1的話 總市值100兆 台積電 有可能到1200塊 或是說 台積電他會有更高價 哦 是 所以呢這個明年 應該會是一個還不錯的年 對 我們杜老師都規劃的很準 不然你回去看就知道了 好 那當然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 這個實質操作面了 今天要請這個杜老師 來跟我們分享 那你手上現在 到底還有哪些股票 買的都是大股 我從以前 因為我大概5年前退休完以後 我就開始買台積電 富邦金還有管達這個 那我目前還是這些 那我們講台積電 你還有台積電嗎 因為台積電的話 他2Q瓦碎晚以後 今年EPS晚上調高41 明年53 5年後80 對 很棒 80的話乘以20倍的本益比 1600 大盤總市值要到100兆 所以你看AI效應 5年之內都沒有問題 因為以他的獲利 那這樣的話 他現在到1080下來 可是好多人買在1000塊的 現在都套牢了 我還講以前買台積電都是這樣 第一天大疊買 第二天大疊買 第三天一定V轉 所以這一路來這兩年都是這樣 這一次稍微不一樣 兩天買 第三天再買 短線三天以後 才反彈 就代表說 他已經要做出生亂結束 他已經晚下去跌 因為大盤要跌台積電會跌 所以我現在買他都是這樣 抱跌的話 留另外一筆錢 第三天第四天 你再接 你一定會買到這個低檔 所以從兩個禮拜前 我每次買台積電 我把那個股市印 每次都買到他的最低 賣到他的最高 而且隔路從你買台積電所上 一定要留一些現金 萬一你第二次 第三次買錯 以後你有錢再去買 他一定會馬上彈上來 而且他彈很快 大盤要漲到三萬三萬三 一定台積電 對對對 所以我上次用EVA算的話 台積電的目標價是1223 這是我們用經濟附加價值算 所以大家看這個字卡 有沒有 我這邊把未來的三年的 台積電的EPS 寫在這邊 可以大家做參考 對給大家做參考 大家可以截圖一下 這個是台積電的一個做法 台積電就不用怕 基本面完全就是OK的 對不對 對 趨勢看多 那只是短線上有震盪 你就可以學老師 人家老師都隔日衝 對不對 這麼高衝衝浪 我對國家有貢獻 不然我們的稅收怎麼來 可是我奉勸大家 你一定要有基本值股 就是你不能是空手在面衝 對對對 你一定要有 啊晚又你有 一手有現金有股票 你也不要把它賣掉 因為有時候你賣碗以後 它就噴出去 我現在有十張 我可能一兩張拿來衝 這樣是OK的 對不對 但你一定要擁有它 好這個是台積電 那老師還買什麼 金融股 你想嘛 富邦金跟國泰金 這麼好的公司 怎麼會一百塊下 你到一千的 我怎麼還會一把 另外它 一到六月份 賺了大概六塊多左右 兩年前 富邦金是EPS是12塊 以12塊來講的話 你怎麼還會那麼低 所以以這兩個觀念 我就買它 你看到這一次 美國也是一樣 道琼不是補漲 有沒有 所以科技股在地的話 金融股漲漲漲 另外還講話 就是說政府在 付這個大盤完以後 電子股有時候付一下 可是他如果其他類股 他一定是動用金融股 所以我 還有他 付邦金 我去參加儲權 那你手上你買在哪裡 我們可以跟嗎 現在還可以嗎 以前曾經買過一次 後來那一次儲權錢我去買 儲權貨它不是跌下來 所以我那一天 好像大盤跌的話 我買89左右 可能 至於你現在去買比我便宜 真的 好那我一定要買 我就衝著比你便宜 我們買一下 因為我要解套 你已經賺大錢了 人生最快的事情是 人家 還沒解套 你就賺大錢 真的 好那我趕快賺大錢 我請你吃飯 對 還有什麼來 管達我的最愛 我買管達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在民國88年 大法支援部的主管的時候 我那時候 我們公司給我50億 我買一支股票可以買6億 那當年我在買管達 因為管達是我們大法IPO 所以他民國88年1月8號 我們IPO的話 他是401塊 我那時候600多塊買管達 後來他漲到800多塊 哇 那我那一年幫大法賺了很多錢 那他這一次噴上還不是噴上去 有沒有 我那時候AI消音我也買他 有 那最近來回座 看到他的EPS研究員 把他估 19塊了 你乘以20倍大概400塊 那他突破上市299.5 晚以後出身段 後來拉回 拉回比較深 那除錢後 他除錢錢的話 配9塊後來貼息 晚以後這一次 微轉到那個345塊 短信他最近跌比較深 所以我們的M2人的M2報告 大家寫目標價多少你知道 寫多少 400塊 寫400塊跟當初IPO的價格一樣 那兩年前我大概 對他回場有好感 我就推薦他 那他目前來講 就GV200裡面 最好的話就是 鴻海跟管達 管達 所以現在這個價位還是可以 所以目前我大概來回座 最近我買的最低價是298 你現在買60幾 比我低 可是我是前面都有賺過 因為我都是來回 來回再操作他 最終的一個目標價 看要400多 400多 大盤我們現在叫第二波 如果有3G 3G的主身段 我們F4的目標價都有 像F4台積電 我都估1223 管達我價格401 剛才鴻海就是300到375 另外第四支就聯華科 我都說1710 因為他最低價是171塊 乘以10倍速 就1710 那這個F4現在 這四支大概 大盤如果要漲到3萬3 他們大概都會到 大家都要有表現才行 大盤雖然現在短線做休息 有的人得到機械 有的人得到半年線 可是AI裡面的這個 GV200 我們認為管達跟鴻海 應該短線稍微休息完 如果說大盤整理完以後 整個大盤回覆這個七四的話 很快就會再上去 今天杜老師真的非常大方 手中的持股 買的價位都跟大家分享了 當然我們可以看著 杜老師操作的一個新法 來調整一下你現在手中的持股了 川普如果真的當選的話 你要不要改變你的操作方法呢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們分享 今天非常謝謝杜金龍老師 謝謝 也謝謝大家今天收看 我們下回見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能夠第一時間收到 我們的最新消息囉